警方在凌晨压戒一个女人期间有人想犯 警察亦都被攻击,曾经开三枪 初步相信武击众人 警方说在凌晨2点多,在尼敦道和佐敦道交界 一个20岁女人因为参与非法集结被捕 她头部受伤,需要由救护车送院 两个警察负责向压戒 救护车因为交通阻塞,有大批暴徒攻击救护车 并且抢走那个女人被捕人 警察被困在救护车里面 暴徒向他们扔石,砖头和林北明液体 警察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下 其中一人开了三枪 初步相信武击众人 现在正是通缉那个女人